欢迎您22岁本科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广告学专业 大家好 我叫关影影 来自于内蒙古通辽市 今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广告学专业 从大一开始 我就开始在学校的外联部工作 大二到大四三年的时间 我就陆陆续续地在校外 从事各种兼职或者是全职 13年到14年的一年的时间里 我自己有过一段不是特别成功的创业经历 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真的感触特别深 我诚挚地诚挚地像在座的12位前辈 还有现在已经创业成功 或者是想要坚持创业的人 深深地聚一个拱 送上我最诚挚的敬意 盈盈在读书的时候 从事了各种各样的工作 也有创业的经验 其实我看到了她对成功的那种渴望 以及在职业当中对自己的这种要求 但与此同时可能是因为她的这个相貌的原因 以及对职业的这种过分的执着 让她在感情生活当中遭受到了一些误会 她男朋友跟她八个月分了三次手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男朋友不相信她 在职场当中是清白的 所以她愿意选择在非你莫属这个舞台上 用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向自己证明 未来靠自己的本事在职场当中 能够获得自己的一片天地 所以我支持她 谢谢 我说这么快 反正眼圈也已经红了 索性咱们就说说这伤心事 这个男生怎么了 没有 其实提分手的是我 但是确实分了三次手 因为三次分手都是一个原因 就是每次我一去外地去做活动的时候 然后他总会就是跟我吵架 然后他就说 他说你不要以为自己就是很充公 或者说你有一点点小成就 就觉得自己很不错了 但其实我告诉你 你什么都不是 你所有的你这些东西 都是人家看你长得漂亮 或者说觉得有机可乘 才会把这个活动给你 就每次分手都是要出差 因为这个事而引起了吵架 没有特殊的事件 没有 唯一的原因 我还是 我觉得我还是 我尽力做好我自己了 那他是不是很自卑 他自己的工作怎么样 他不自卑 他有点瞧不上我 那说句实在的 在整个职场的氛围过程当中 有没有他所担心的 或者是你也遇到的所谓的 不清不楚的关系 没有 或者是有人想要侵犯你 有没有 没有 就你是认为他从能力上根本不认同你 你有今天的所谓的点点的成绩 都是因为走了外门邪道 对对对 那我们来听一下吧 既然是这样的话 分不清楚我们来听一下 你大一有哪些工作经历 大一的寒假是在电视台里做过一个月的实习记者 然后后来就是到了这家文化传媒公司嘛 然后做那个跑街的销售 你还创过业 对 创什么业 创业是做那个为比如说会展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上演提供演员这种 做经纪 对没有前一人 我们这种就是很随意的 就拉活的那种 对 差不多 不是很专业了 挣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 至少能维持我正常的开销 从大三开始到大四两年期间 没从家里要过一份生活费 那后来怎么不开了呢 因为男朋友不让嘛 这不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要飞来飞去嘛 今天有异乡新企业吗 有 哪几家说一听一下 福能集团 福能 还有呢 很专一 好吧 这个被男人误会的女人 你们到底是否愿意为她留灯 第一轮选择去活留 谢谢 来 进入天生我有才 有什么要展示的吗 没有 没有猜疑展示 说实在话 我向来只觉 我觉得我能用得着的东西 然后 有作品吗 没有 有PPT吗 没有 那你准备了什么 我想跟各位老板可以提一些问题 聊一聊 那我想就你 现在的这个 没有做任何准备的这个表现 你能不能做一个 什么样的危机公关 因为你第一印象是 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 但是很显然你现在没有准备 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印象 你如何做这个危机公关 对 你怎么解释一下 我觉得我没有准备 恰恰就是因为我有准备了 因为我觉得我PPT也好 或者诠释的再好 那可能就是 可能是可能为我锦上添花 但我觉得我现场的表现会更重要 因为我可以坦然地走上这个舞台 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面对各位老板的对我的面试也好 对我的提问也好 那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有自信 那自信是哪来的 是因为我觉得在销售或者公关这方面 我有绝对的能力 谢谢 那这样吧 既然你的第一求职公司是福能集团 你说一下你对福能集团了解有多少 你能胜任它的什么岗位 福能集团我自己了解的 主要是做新能源的 然后现在是在做这个 给一些 可以了 你是真不知道 做投资移民 对 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 对 还有吗 他还做什么项目 现在 哪些国家的投资移民 我是从百度看到的 百度只有这些 然后还有我们 百度上一定有哪些国家的投资移民 有法国 西班牙 然后公司成立于德国 还准备了些什么 你除了百度之外 你还知道他现在又新做了一个项目 他做了什么 新做的项目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就是福能集团在昨天刚刚公布了广告语 那第一名是福相办能永远 那也不是我们 那是谁 那是哪里 这不是我们的广告语吧 你看错了吗 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业务 不不不 因为如果面向大众的广告语 我一定会最后都一定总裁办要审一遍的 就是我们 就是在大众宣传口吗 在哪个新闻网上 管理有点混乱 不 就是其实盈盈啊 其实我非常喜欢你能选我 因为肯定这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多多少少 就是走向这舞台 任何一个老板都期望看到什么 第一 是有准备而来的 第二 就刚才你描绘我那一段 那其实呢 你讲两个点是讲得很准的 但是讲到后面投资移民 其实所有的信息是不匹配的 第一 我们没有法国项目 而且你访问过我们的官方网站没有 官方网站没有 盈盈 你刚才说的这个福相办能永远 你百度错了 是另外一个福能集团 是福建能源集团 就是你作为一个你的备选公司 首选公司 你在查资料的时候 查到这个程度 而觉得这个准备是太不认真了 很不好意思 我昨天因为来北京嘛 我是用手机查的 不管你用手机查还是用电脑查 都都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到这会儿 关盈盈 不要做解释 一十一二十二 当你十分淡定地做那个规级公关的时候 我没有准备 恰恰是证明我有准备 我既然有一颗自信 非常坦然地来到这个舞台 说明我就准备好了 哇 多么信誓旦旦啊 但是 对于你唯一选择的福能集团 你居然会说错这些问题 你不觉得前面的那一番 跟现在的这两个画面 结合在一块的时候 你不觉得有点可笑吗 要不你说一下 你创业的时候 就是一共做了多少销售额 多少个客户 客户一共是六个客户 你给做多少业 是你一个人做的吗 多少销售额 然后赚了多少钱 净利润的话 差不多十三四万这样 利润十三四万 那你销售额多少呢 销售额没算过 就你企业有没有留下 任何的文字信息什么的 我没有宣传资料 但是我没有带来 那你网上能不能搜到 你相关的任何信息 因为你学广告学的 而且其实创业企业 没有钱的企业 最简单的就是自媒体 其实你的创业过程当中 留下的那些文字 对啊 完全可以做成PPT来展示 我能不能缠了你的自媒体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事情 杜老师你知道 现在我特别生气 其实昨天在我跟关音音 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跟他提了一个 我说你布置一个作业 一定要把你专业 以及说你求职方向相关的 具体的案例 用三到五句话 你想出来 讲出来 这是你今天晚上的作业 他答应得好好的 结果今天到台上来 我依然没有听到 具体的这个案例 我现在就会怀疑 那这事你到底做没做过 还是说你到底是有 其他的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讲得这么的抽象 太匪夷所思了 关于是这样子的 我估计我等会没有再机会跟你讲到话了 那么从你刚刚一再上台 给大家这个创业者敬个礼 也告诉大家 你曾经遭受到你男朋友歧视的 大家都甚至都被你 替你觉得很委屈 但是最后你毫无准备的上来之后 我会觉得 你就是认为自己的温柔 自己的美貌 可以忽略掉很多的努力 至少我会这样猜测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想 那你今天做错了 如果你有这样想 那你就真的错了 提醒你 你是不是有他前男朋友的感受 有一点 有一点 我倒觉得盈应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态度的问题 这个舞台叫做非你莫属 不是没你不行 我已经在节目当中 说过很多次了 没事的时候我们抱怨命运 说为什么我家没背景 为什么父母不给我一个长相 是吧 给我一个好的身材 这个是没有办法获得的 但有一些免费的东西你不干 准备这是免费的吧 然后没有准备走上舞台 结果造成一个印象 你们都好犀利 你们刁难我 你们不给一个弱势群体机会 我只是个刚出学校的毕业生 你们干嘛要这么犀利 为什么自己不准备 不要形成一种这样的导向 你自己都不准备别人怎么给你机会嘛 所以给好多观众都有这样的假象 说明老板你们牛什么呀 你们当年就有这么牛吗 你欺负人家一小女孩干什么呀 你欺负人家一职场小白干什么呀 但没有办法 我还是那句话 对一个或者某一个求职者的慈悲 就是对所有求职者的残忍 因为机会不轻易给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四盏灯 我们来听一下职位 钟晨浩开始 那个观影音乐 我给你提供的是我们优胜教育集团 商务拓展总监的助理 张荣耀 我想让你做VIP的区域经理 天津和北京 刘家勇 其实看过整场表现啊 我其实能理解你一定是 很容易让人误解的一类人 但今天即使大多数的人误解你 或者是冤枉你 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证明你确实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那么福能机调愿意给你提供 我们海外移民的商务拓展 或者销售岗位 在天津 好 谢谢 颖峰 营印咖啡机为你留的岗位是营运助理 我觉得你最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 有一些专业基础 你未来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职场女强人 今天没做准备 我是这么理解 她呀因为基础太差 她根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准备 她属于那种冰来浆荡 水来吐烟那一种 直觉性 对 其实你们大多数老板 如果加油选择 刚刚那个和她的区别 我个人认为 她的形象气质和潜力是可以考虑的 你眼圈红了 说明有个人说到你内心深处 觉得你就是个容易被别人误会的人 哭啊 哭出来 哭出来 忍着干什么 为什么不哭出来要憋着呢 也许就是因为憋着让大家误会了 你为什么不哭出来呢 要搞得那么坚强干什么呢 我觉得就需要坚强 她本来已经走了这条路了 适当地放松 恰恰是新的开始 来 拿纸给她 来 哭嘛 哭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为什么不哭呢 为什么要憋着呢 你又不借她肩膀靠一靠 那不 我不借 那我有老婆 没有 我想说几句话吗 简短 简短 好 那个 我特别谢谢银总 银总 真的说得太对了 就 我所有的 我觉得我一步步走 一步步走过来 我真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但是 就觉得 我觉得自己做人很倒背 因为我做人 就是 我的客户可能觉得 我的活动做得不是特别的出色 但她还会选择我 她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我 那是因为什么 我觉得是因为 我做人做得好 我做人 我只有两点 第一是善良 第二是指导感恩 所以说 像银总真的说对了 我确实就是 一直以来 就是凭借着我这种 就是做人的态度 可能是 感动了我的客户也好 怎么样也好 然后可能 有那么一点点 让我觉得 今天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我理解你的眼泪 但我并没有为之所动 但我让你把它留下来 是因为人需要释放 银总所说的 和你身上的 其实都是正反辩证的关系 比如说 所有的迷恋 其实都靠着幻觉 所有的理解 其实都包含一定的误解 所有的忠诚都指望回报 所有的牺牲都要付出代价 这就是辩证的关系 今天你流眼泪 也许为你将来会有好处 所以说 错误就是错误 把它改了 比如说准备不足的问题 比如说所有的眼泪 不要憋着流出来 也许是一份精彩 没有关系 谢谢 灭掉两盏灯 回到这儿 请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有请刘嘉勇 颖峰谈前不断感情 请揭晓 好 好 来 富能集团或者是咖啡之意 或者是谢谢再见 富能集团 就是觉得之前是想来富能集团嘛 然后真正进入了还是觉得挺欣慰的 但是有点惭愧的就是因为可能来得太匆忙 然后也是这个比较条件有限 然后可能就是准备不是很充分 然后确实承认这一点 今天在各位老板这里学到很多东西